明天就是2023年的2月1日 也就是缅甸政变的两周年 我们看一下这两年为了缅甸民主事业 牺牲的这些缅甸的英雄们 我只能展示部分的照片 这就是他们当时留下来的历史影像 这些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伴随着缅甸这个国家 缅甸人民应该感谢这些人 为了这个国家的付出 才有了未来缅甸的希望 这也是当年的历史影像 后面展示的就是这两天 缅甸的PDF战士 号召全体缅甸民众 你既然不能去上战场 去流血牺牲 但是最起码做到不作恶 不去支持缅甸民众 那么请你来配合 这次NUG号召大家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缅甸人民的心声 看了飞鸽的节目的人啊 也希望大家能去按照NUG 要求大家的做法 NUG具体如下 通知民众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5点 该工作的店面正常营业 民众要求在家让街道安静 缅甸军方会在阳光安排2000多人 在市政府前召开支持军方夺权的两周年活动 军方大概的是学习泰国政变 脱下军装 希望华丽变身 在缅甸民众眼里只不过是小把戏 就像毛虫脱皮罢了 2011年底 军人与民盟达成了协议转型 当时是合法性的 所以吴登胜政府能够平稳的过度发展 而今天缅甸军人矮冬瓜明昂来 他是非法夺权 照葫芦画瓢 自取其辱 他想要这种方法愚弄缅甸民众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这种智商也是真的让人无语啊 更有意思的奇葩的事情又发生了 也是把飞哥给颠覆了 缅甸军人想尽了办法 尤其是在曼德勒 为阻止民众明天不出来 在家里静默 他竟然今天就在路上拦截各种车辆 把大家的行驶证 驾驶证一并收缴 而且告诉大家 明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 必须到指定地点领取 若不领取这两个证件 那就被没收了 那你肯定要去领啊 不领这个车就成了黑车 所以你看有斗智斗勇啊 军方也有所谓的高人啊 帮他们出谋划舍 但是这种行为呢 我们就知道了 那就是印证了我们一句成语啊 掩耳盗铃 缅甸的军人矮冬瓜 就帮我们读写清楚了 我们华人认为的 什么叫掩耳盗铃 这位美女举取了双手 做了这个投降状 就是被缅甸军人抓到了 原因就是他们俩号召缅甸民众 明天去抵制缅甸军人 去静默 在Facebook在公共媒体上传播 缅甸军人也就能对这些 普通的老百姓啊 柔弱的女子去耀武扬威吧 他有这个本事 为什么不拿的枪去打PDF 在战场上取得他的成绩呢 因为他没有那个实力 你看这个一个军人的表情是什么呀 一个抱头痛哭 还是放弃了抵抗的一个表情 之前只有部分的低层士兵啊 去叛逃 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中 但是最近几天很多的中高级将领开始了反水 据报道 卡拉亚58营和高棉的207营和高棉的第5营和卡马拉的405营 三名营长和一名临时的营长因不服从军方上层的命令而接受了审判 军方的中高级将领越来越多的人啊 接受了地面战不能取胜 他们也想要投降或者回到人民的怀抱当中啊 这是缅甸军人现在对缅甸的军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 但是对NUG政府来说是大好特好的事情啊 可能会加速军方在2023年的败退 或者是更早的让缅甸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中 这是我们看到最近之前没有的事情 最近就逐渐的暴露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位男士是谁呢 他就是1月29日晚上军方军事通讯训练学校的副校长 角缩乌中校 他在曼德勒市的秉乌伦地区29日晚上 在学校列队之际 一名中士近距离向他开了两枪 中校被送往了医院抢救 不治身亡 中士被捕 缅甸军方又是老套路啊 掩盖这个消息 反正不利于军方的消息都当做没有发生 没有看到 但是事情还是被暴露出来 那我们就看到这些学生兵啊 也是逐渐认知到缅甸军人的可恶可恶 所以呢 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来对缅甸军人去宣战 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军校这种事情 这还是第一起 下一起事件 1月30日早上 克青帮的帕赶市 恐怖的军方33营 遭到克青独立军KIA的袭击 大批军人被打死 具体还在了解当中 我们看到克青帮的战事也越来越激烈 下一起事件 马归市的西漂地区 军方的21营在29日一辆军车遭游击队的地雷 以上位以上士等7人当场被炸死 下一起事件 1月30日早上7点20分 石改省的碎波地区的剿灭村 军方与伪军的队伍遭人民国防军PDF的袭击 军方与伪军头目凯索苗 苗明都太昂等13人当场被打死 国防军PDF无伤亡又是安全撤离 你们就看一下这个伤亡比例有多大 多么悬殊 缅甸军人的战斗力 陆军现在就是这么弱弱爆了 下一起事件 1月29日 统计打死了军人27人 1月30日早上6点 仰光的南区博音堂二街区 60岁的无民所退役上位 住在玫瑰院小区外出购物 是金色肥皂厂的副总经理 被两个骑自营车的人开枪当场打死 这个人曾经帮助缅甸军方 拆除机场附近的民房 当地的民众痛恨死他了 这就是他应有的下场 千万不要就助纣为孽 下一起事件非常劲爆 春江水暖压先知 缅甸军人先知道 因为恐怖的军人也知道 大县将至 克伦邦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缅泰交界亚洲公路 直通泰国边境的城市 景东大西历 庙蛙底都是非常富有的城市 商贸经济十分发达 因此许多军人及政府人员都在那个地区拥有的土地房产 但现在开始从军方的省长到军区司令 全部开始甩卖土地及房产 2018年计划开发的许多土地 许多地区 土地涨是非常明显 许多人都是去那里拿到了官方的最低价 买了土地 现在这些感受到了欠下血债的罪人 恍恍不可终日 在克伦邦的财产 出价就卖 他们之前的自信都哪里去了 就是一帮自欺欺人的家伙 但是还是有人相信啊 相信谎言与邪恶 很多我们华人朋友啊 还有一些人啊 愿意接盘 就所谓投机 所谓的投资 也有人问过飞哥这个问题 我说千万不要去投机 因为在缅甸这个土地上 军人拿着枪 他们投机都不敢投了 我们作为一个外国人或者是本地的人 你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样的本事 能去敢接这个盘 所以呢 就是这么简单的那个道理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相信 飞哥也没有办法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你们自己来判断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